大家好 午安 全球星短时间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心 美国居然一整天24小时之内 发生了两起重大枪击案 首先第一起在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 当地时间14号发生了一起的是 在超市的枪击案 而这起枪击案是种族仇恨犯罪 但居然就在同一天 美西的洛杉矶也不平静 市中心的这个著名的中央市场附近 也发生了枪击案 导致有一个人死亡 而由于这个枪响大作呢 市场上好 你看到画面证明 众是惊慌逃窜 来看一下当时状况 这起的枪击案发生在洛杉矶 当地时间14号下午将近4点钟 根据警方表示说 遭到枪击的被害人是一名 年纪大约是35到50岁之间的西班牙裔男性 而嫌犯是一名30岁左右男子 不过目前还在逃逸当中 而警方目前也在追查犯案动机 再看到这次惊醒一瞬间 这居然发生在美国 麦阿密州的一座跨海大桥 这是从天而降的不是礼物 而是一场意外 好 有一架小型飞机转 就这样坠机撞上桥上的一辆休旅车 结果造成一丝五伤的悲剧 小飞机坠机之后就撞上休旅车 当下引发了浓烟大火 桥上的用路人立刻是停车来试图抢救 但是因为火势太大了 没有办法及时扑灭 而这架失事的飞机是赛纳斯172型的小飞机 当时机上载有三个人 而飞机在附近的劳德代保机场起飞之后 却突然因为失去动力而坠毁 撞上了休旅车 当时车上也载有三个人 再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俄乌战士现在已经进入到第81天 俄军持续炮轰马利波这边的亚速钢铁厂 在这个钢铁厂里头死守的乌军 他们就在基辅召开记者会 喊话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希望他可以居中调停 让里头的残军可以平安撤离 俄军持续炮轰马列波的亚速钢铁厂 内部有不少乌军仍然坚守在内 守军的家属14号在基辅召开记者会 纷纷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紧急请求 希望他能居中调停 让受困的乌军能平安撤离 我们请我们非常厉害的总统 中国习近平 表现大爱 这些家属身泪居下的表示 钢铁厂内部已经没有存粮 药品也所剩无几 生活条件有如人间炼狱 虽然乌方传出要以俄国的战俘交换铁厂内的伤兵 但是谈判到现在任务结果 而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到现在遭遇不少重大挫败 在哈尔科夫已经被乌军逼到节节后退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承认在乌东顿巴斯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 不过乌克兰的军情局评估战争8月份将会出现转折点 预计俄军在年底前就会战败 记者综合报道 而现在制裁俄罗斯西方国家更有动作了 七大工业国G7的外长峰会们 他们14号发表联合声明 誓言要进一步在政治经济方面来孤立俄罗斯 并且要努力缓解俄乌战争带来的全球粮食危机 而主持会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就表示说 俄罗斯试图扩大粮食战争 G7的成员国也敦促俄罗斯主要的盟友北京 不要提供俄罗斯任何在战争上的帮助 Russland hat sich bewusst entschieden den militärischen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nun als Getreide- oder man kann auch sagen Kornkrieg auf viele Staaten in der Welt, insbesondere in Afrika, auszuweiten Mit der Blockade ukrainischer Getreideexporte durch Zerstörung von Transportwegen und Lagern durch den russischen Einmaß im ukrainischen Territorium im Osten und im Süden des Landes sind wir jetzt mit dieser unglaublichen schwierigen Aufgabe aber konfrontiert durch Russland's handeln fallen lieferung aus nicht nur bei uns, sondern weltweit ins unermessliche und es droht brutaler Hunger 再关注的是北韩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那领导人金正恩更是表示說 這是北韩建國以來的最大災難 而截至到昨天為止的統計數字 北韩這一波疫情已經造成有42個人死亡 累計多達82萬人有發燒的症狀 而金正恩14日後的時候他也出席了一場北韩高官的葬禮 罕見的是所有人都戴上口罩 顯示這個防疫是相當的謹慎 而畫面上你看到這是北韩官媒他們釋出的一段防疫的短片 就向民眾宣導說如果萬一染疫之後該如何處理 不過很特別的是其中還抛擴了民間療法 北韩官媒教導這些民眾啊 如果說有咳嗽症狀的話可以先吃蜂蜜來舒緩 那如果有發燒呼吸激出的狀況的話 要先打開窗戶來流通 症狀如果很嚴重的話才到醫院來進行救治 現在就網友就說從北韩這個防疫指引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醫療資源是比較短缺的 而持續來看到上海自從3月底就開始進行了封控 現在外出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美國有線新網CNN駐上海的記者卡佛 最近就獲准離開上海 他也分享了前往機場搭飛機的過程 說心裡其實有點倖存者的內疚 然後我們走到船上海 第一次從中秋末 都感覺到很奇怪 你見到外面的人 最多人都在身上 穿衣服 你看到街上 鞋子還在封鞋 很多的旁邊 店舖都閉嘴 其實從整個新冠疫情在武漢一開始爆發以來 卡佛他當時就在武漢當地採訪 而兩年多來都留在中國大陸採訪 他表示說自己是經歷了非常複雜的流程 才取得離開上海的單程機票 過程當中是獲得美國領事館的協助 還必須要取得社區官員的同意 表示說一旦離開就不能夠再回來了 最後才得以帶著他的寵物狗搭上飛機 而他也拍下前往機場的路程 其實道路上可以看到其實沒有什麼人 除了做核酸的民眾 還有相關的工作人員而已 不過其實現在許多國家他們都改變 他的防疫政策不著重於清零了 而是減少重症死亡 現在美國加州灣區也朝這方面來努力 專家就認為說其實打完疫苗後 只要即使是確診了 只要是即時的服用這些抗病毒的藥物 就不應該有人因為染疫而死亡 因此他們很積極的在很多社區 是設立了篩檢站 一旦是篩檢陽性的話 就可以立刻拿到藥服用 也要力拼的是新冠零死亡 你可以想像一個 新冠零死亡的社區嗎 美國加州灣區正在朝這個方向進行 積極增加患者取得新冠口服藥的管道 在一些地區設立新的檢查站 居民可以接受篩檢 如果結果呈陽性 可以當場獲得藥物處方 有的地區是設立一週七天24小時的全天候電話 幫助民眾與醫生聯繫 如果有需要口服藥就會寄到家 當地衛生官員認為 疫苗的接種加上新冠口服藥 出現意想不到的防疫效果 兩者結合幾乎沒有人應該死於新冠 另外歐洲CDC將兩種Omicron變異株 BA4以及BA5列為高度關注變異株 主要是他們可能會逃脫疫苗的保護力 使確診激增造成醫療的負擔 世衛目前也在密切觀察當中 歐洲CDC在報告中指出 BA4、BA5分別在今年一二月 於南非被檢驗出來 已經成為南非疫情反彈的主因 而歐盟預估BA4、BA5 可能在夏季成為歐洲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因此鼓勵80歲以上的長者 接種第二劑加強劑 另外也呼籲各國要準備 被針對60歲以上民眾 以及其他高風險族群 施打第四級的疫苗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